大家好 我是方仲穎 今天我們邀請了軍武器言的Larry 在防衛政策和國際政策方面 希望透過Larry對這些方面深切的理解 為我們一起提供更加深入的分析 請大家追蹤訂閱 美國總統選戰的風起雲湧 除了特朗普中槍之外 其實他有很多政策上的東西 或者尤其是副總統候選人上面的事情 都值得我們去介紹 Marco 你好 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Marco邀請我來這個節目裡面 我相信剛才Marco這麼說 最近美國總統選戰都帶了很多花生給我們吃的 第一個就是特朗普中槍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花生 但是他真是天選之仁 真的這樣都不死 真是好東西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就已經是令大家 不停地去尋找這個資訊 跟著副總統曼斯那個提名 這個又是令大家戴眼鏡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政壇新人走出來 其實我想最多人都搜尋其實他是什麼出身的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這個人 就是作為一個俄洲新任的參議員 其實沒有什麼政績 聲明不顯赫 政治主張呢 大家就知道他比較叫做特朗普的堅實支持者 但是他開始的時候都是一個反特朗普的人 一個政治變色龍 就是看上去如此 就不是很深的了解 誰知道我們都沒有時間找到蠻絲什麼人 轉過頭拜登就說退選 其實所有事情都好像發生在七天之內 包括特朗普中槍 然後到拜登退選的整件事都說的是 七八天之內就發生了 所以剛剛這個禮拜 實在是風起雲湧得太厲害了 其實現實就比電視劇小說和電影的橋段 可以來得更加曲折 我也看到其實特朗普是吸收了 和彭斯上任的副總統方面的教訓 例如在這個國會山莊騷亂案 彭斯是展現了對共和黨保守派的支持 就是沒有在最後一刻站在特朗普旁邊 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和政治生涯影響都很大 相信特朗普想在本土從來的過程中 搞一個相對支力淺的 能夠可以跟隨他的路線和政治哲學的副手 因為他都想好像列根一樣 在卸任之後仍然發揮自己 開啟了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 令到他的相對比較孤立主義 或者可能現實外交一些的政策 能夠成為一個美國在幾十年之內的國策 相信他都有想過這個戰略上的影響 才會選擇這個副手 萬事 當然我們一切都要等美國總統選舉 陳安樂定在11月大選之後 究竟誰勝誰負呢 雖然大家都覺得特朗普坐定粒綠都在做 但是大家不會知道 究竟會不會有些橫生之折 有些什麼意外會走出來 這些都是沒有人知道的事 距離11月也都很遠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著 包括軍武器言和經理地這邊 包括我們講到11月的美國總統選舉等等 其他不同的題目 不過Raco 今天你邀請我上來 也不是講這些 有些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們今天一起分享一下 聊聊天 是啊 因為你都知道特朗普這個是語出驚人 簡直是當作吃生菜 每天都會有一些新的語錄 或者政策是令到我們需要注意的 這次邀請Larry是因為他對防衛政策上的深入的研究 可以給到我們不同的角度的分析 特朗普說了一句是評論台海局勢的 他就聲稱台灣需要交更多的保護費 才可以維持到美國對他的保護的承諾 這個是語出驚人的例子 也想請Larry說一下他對特朗普這番言論的意見 到底你有什麼見解呢 我聽過特朗普這個言論 就覺得都是相當好玩的 相當好玩的意思 包括你看看台灣是很兩極化的 台灣兩極化的原因是一部分人 就覺得美國是必須要保護台灣 有一幫人就覺得美國是不會保護台灣的 就是有兩批這樣的人 另一批就會覺得中國是會打台灣的 有一批覺得都講了七十幾年了 所以中國是不會打台灣的 是一個偽命題來的 所以你看到在很多不同的組合裏面 產生出來的那些混合就會相當有趣的 尤其是我們講到包括 有時候有些人說賣台 有時候有些人說賣台 可以包括你親近美國去賣台 或者親近中國去賣台等等 都有不同的形式的賣台 所以在不同的想法之下 可以產生很多種組合出來 不過我們這次也想講就是 如果特朗普現在就叫做開天殺價 那麽就真的講到明 要保護台灣是需要錢的 那這件事情對台灣來說是否是和呢 我個人認為呢 第一個先不講福和福的問題 而是要看台灣本身的定位的問題 永遠在台灣看台灣問題就不可以看台灣的 因為看台灣問題一定要看一些大國博弈 就是我們講在其他大國在台灣的歷史上 包括中國和美國這樣 那大家知道美國很簡單而已 就是美國之前呢 就是六個保證 就是對台灣一定要守這個島的 那三個公佈呢 相對呢 就當然是叫做 在六個保證下一點點的位置 那所以你說一個中國這個政策呢 喜歡就在那裡 不喜歡的變歷史文件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六個保證就必須要在那裡 那所以大家就看得出呢 就是美國的態度對台灣呢 其實就頗為堅實的 那但是我們又要看就是 就是台灣對美國的利益有多大呢 另外一個呢 也都是中國對台灣 包括你武統台灣也好 那或者你是怎樣去和它和平相處也好 看到那個政策現在應該是傾向是 就是要統一台灣的了 那也都是有個年期的限制設在那裡 那所以和服的問題就是 中國會不會打台灣第一件事呢 相信啊 大家都相信呢 是會的 那已經不是由會和不會呢 就變成會 只要是幾時 好了幾時的時間 包括由2025年 2027年 2030年 甚至乎2030年之後 那普遍相信呢 就應該在2027 至到2030之間 那2025呢 我個人覺得都是比較急速的 但是中國呢 也不代表它沒有這樣的實力 包括近期都是經常性去操練一些民間的滾裝船 那試一下就究竟有沒有ready 可以大規模渡海進攻的能力 那這個呢 中國也是在演習著這件事 那所以你說2027至2030呢 那機會呢 都不能說太小的 那中國真的變了會攻台 但是什麼時候的情況 如果這個真的同意 或者台灣有某部分人同意的話呢 就有計談了 就是說如果中國真的攻台 美國會不會幫呢 那問題就是 美國一直採取一個我們叫做戰略模糊 那戰略模糊這個事情呢 它就不會講清楚的 就是說我一定幫 還是我一定不幫 那都是有好處不好處啦 那好處就是 我不會被那些小國綁住我 就是我常常覺得呢 大國和小國想法的方式是不同的 小國呢 就是被拋棄 就是他很怕大國拋棄了這個小國 所以好像游泳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見過了 Marco 那麼林鎮生之前呢 是會抱著所有的東西的 就是來來施救的人 都可以抱到他死了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御力者的問題 那麼小國有一點這種感覺 但是大國呢 就怕被人潛 就是怕被人潛擾 就是例如說 是 蔡爾維亞對俄羅斯 如果那個小國 那個小國呢 自己亂來 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在國內 就是中國國內的人 就會覺得 例如菲律賓 那經常利用美國的後盾 在前面就搞搞爭 那當然這個就是 這樣有分工的 灰色地帶和正面衝突的分工來的 是 國內裡面有他們的看法 那所以其實就是 你說小國就怕被拋棄 大國就怕被亂前 那所以如果戰略模糊 就沒有這個問題 相對 就是可幫可不幫 那對方就難以發作 那但是不好處 大家都很明顯 就是變了大家猜猜猜 就變了有些信心危機 或者在準備上 就不知道怎樣好些 那所以我相信呢 現在戰略模糊的情況呢 如果特朗普說到出口 喂 其實我保護你都可以的 你給錢就可以了 那整件事就會由戰略模糊 慢慢就向戰略清晰地去的了 那如果一去了戰略清晰的時間呢 就就是說 其實美國是一定保護台灣的 但問題就是 麻煩你給錢而已 甚至乎在某些情況下 要加錢 你加錢我才會保護你 那如果是這樣的角度去看 當然你可以第一個情況就說 哇 怎麼搞的 那麼糟糕的 就是我不給錢 你又有得我死嗎 那這樣 是不是這樣呢 那第二個也是 如果我給不夠錢 你是不是夠一半 不夠一半 那這樣 是不是會台灣某部分 淪陷了你有得它 那好像烏克蘭那樣呢 就是烏東那邊都沒有了 那是不是你逼烏克蘭 最後簽個和約 那變了烏克蘭呢 是可以繼續在那裡 不過就不見了那些領土了 那台灣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就是例如他不覺意 拿了我們台北一段 又拿了台南一段 又拿了台中一段 花蓮又拿了一段 那一段我們簽完 我們就沒有了 那是不是要這樣呢 就是不夠錢 會變成這樣的下場呢 那我猜Marco 就是這些地方呢 我們可以一直聊下去 為什麼都是挺有趣的 是啊 是啊 就是我看到保護法 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特朗普其實 一來他是商人本色 就是他是想用最低的成本 達到最大的成本效益 就是這件事情 還有現任你看到 就是拜登內閣的外交政策 奉行原則的 比較沒有這麼想 就是即時回報這件事情 是比較好不同的 那他明白明白呢 其實就是 雖然他是一個孤立主義者 外交上面 但是其實他的政策裡面 都有一些新自由主義特色 就是外判 那他這次就把防衛的站 外判呢 作為一個有條件的承諾 當然那個承諾的力度 就好像Larry所言那樣 就是取決於到底那個小國 對美國的信任程度有多大 但是看到特朗普這方面的 track record 都是已經有過這樣的傾向 就是他有想過把核武器 賣給日本和南韓的 讓他們都具備核威懾東北亞的對手 就是中國和北韓的實力 其實他是想慢慢地去令到 駐日韓美軍的規模和費用 不一定要這麼多 就是他喜歡切一點就切 他喜歡不切就切 反正他的盟友擁有了核威懾能力 就是他覺得這樣可以令到對手三思 但是這樣就不等於直接的孤立主義 就是他這樣做不一定要退縮的影響力 而是用低一點的成本 就是外判賣或者租核武器給你 減低我駐軍的成本 就是這是一個例子 達到美國可以用更少的資源去維持 一樣甚至更大的全球影響力 但是節省成本是一回事 或者給保護費外判台灣 但是也有實際動作去觀察這個 政策的執行程度是怎樣的 就是如果特朗普做到的話 有些信號 就是例如美軍在印太地區舉行的軍事演習 它的規模 又或者一些編制上的改變 就是例如美國海軍陸戰隊 這樣它現在就組建了兩個崩海作戰團 就是一些專門針對南海或者台海衝突的單位 就是可以快速地以小型的小人和高度自動化的部隊 在不同的小島部署去阻嚇中國 就是到底這些編制會不會繼續推動呢 會不會繼續的軍隊的改革是專門針對中國呢 就是這些信號也都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政策會不會去更多的外判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釋出叫台灣去給多些錢 純粹是想賺多些錢 但是其實美軍仍然在背後有一些配套 去確保它有個戰略彈性 去就是有不同的response level 就是萬一中國有入侵的話 就是這些都是有待觀望的 因為始終軍隊一些這麼大型 牽涉到這麼多牽一發動全身 就是後勤 情報 人事 裝備等等的機構 那這些是要幾年的時間去觀望 那麼另一個信號就是保護費還保護費 但是賣的內容是什麼呢 那麼我們看到在拜登任內有很多信號 就是例如幫台灣升級F16戰機機隊升造V型的 就是叫Block 70 就是一些四代半的戰機 還有賣一些進攻性強一點的武器 比如說29部海馬斯這個多管火箭發射器 甚至有機會賣這個陸軍戰術導彈 是能夠打擊到福建省內大部分的目標 就是源頭打擊解放軍 機場 雷達設施等等 或者一些AGM-88 反輻射導彈 這些都是可以源頭打擊中國大陸境內的目標 這些進攻性武器的比例 如果它是好像現在這樣 甚至是逐步提高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很戰略清楚的態度 就是去增加台灣能夠國防自主和阻嚇力 這樣也未必是視為一個對中國屈服 或者去緩解對抗性的信號 反而好像剛剛我所說 就是一個外判的行為 其實特朗普也有一個這樣的紀錄 很強硬地令到盟友國防自主 例如北約這樣 在歐洲的北約成年國 很多都達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 下去國防預算 之後17-18年好像他都很強硬 對默克爾說你快點增加到這個比例 如果不然我就從德國斥軍 那就是嚇怕默克爾 嚇怕默克爾 就是由他處理他任來 歐洲的防衛事務 我都看到其實他是很不為優力地想去 就算不是外判 都是想盟國承擔起更多的防衛責任 因為站在他的核心思想 他就覺得 他不應該拿這麼多美國納稅人的錢 去防衛其他國家的 雖然不是完全斥軍 但是都要給我這樣的信號 就是我都觀察到特朗普這方面的政策 雖然我們也有些評論我們那些朋友 都會說特朗普會不會其實是一個 鱷魚頭老襯底的人 什麼意思呢 鱷魚頭就是他嚇就會嚇你的 但是實際他都是不會撤軍的 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講德國的好例子 就是你見德國 你說他鱷魚頭就是嚇默克爾 你信不信我將你德國的美軍 全部撤出了 真是嚇死默克爾的 當時你也不只是默克爾 只是他其中一個大的鎮 因為有很多美軍在這裡 是支撐著整個鎮的經濟 美軍走呢 整個鎮都倒閉都可以的 所以這件事呢 你也看得出 當然德國的加軍費 其實說真的 加了多少 剛剛啊 我們說到去年才加到快要2 那你看看 2%佔他們2%的GDP 這一條數呢 其實整個北約來講呢 就叫剛剛合格了 就是說你見英國的 英國都上2點多左右 超過3當然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其實2%都是健康的 但是德國當然他雖然是佔1.4%至1.7%左右 就是每一年都有些不同 但是他的量大 就是大家要知道 因為他的GDP的體量大 所以他出來的軍費的數量都不是少的 當然他很多的裝備很差 但是你見最後不是加到2 最後就是美軍都沒有撤出 而他和很多國家 例如說和日本、南韓來談保護費 大家都會給的 那給了之後那就好些了 所以你見到特朗普呢 我們的感覺就是 他是不是其實是鱷魚頭老襯底來的 你不做他都吹你不漲的其實 原因是 其實美國的全球利益 不是只是說你給錢他 他保護你 而是整個戰後的秩序 是要大家一起守規則的 就是說美國就後面保護你們 你們就恩恩向榮 之後你要給回一些好處給美國的 包括什麼呢 我們是用美元計價的嘛 所以你也要搶我的籌碼的嘛 所以我的籌碼就任出 任用都可以的嘛 那這個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那美元計價的東西 就是現在沙特加勒伯說 也不用美元計價這樣 是不是 就是玩到這樣的 那會是有點麻煩的 會走出來 那你說要維持著呢 你說現在美國的秩序呢 其實美國的軍力一定是最重要的 甚至乎連美金 就是這個國際貨幣 接下來的信用 都是看美軍的實力 我覺得 自由航行 你沒有實力啊 你人民欺負 有人到處侵略 你又不出聲 大家覺得美國的秩序已經崩潰 他就未必要繼續玩這個遊戲 那是不是真的會變成大家各自為政 那當然在國際空間這麼多年 大家都不想這些事情發生的 甚至乎我覺得連大國 中國俄羅斯都未必想的 但是anyway 就是我們說回特朗普 那你說如果他最後 給錢就可以保護台灣 不給錢就不保護台灣 其實也不是一個問題 老實說 你說如果給錢就能夠保護台灣 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因為始終這個世界 就叫做有賣就有不賣 那如果肯賣就肯賣 尤其是呢 不知Marco有沒有試過香港置業 其中一個情況 進入一個階段 你給完大訂之後 俗稱 就是10%之後 其實有一個條款 我們叫做必買必賣條款 那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時候 你已經給了大訂之後 不知道過了多少天 不要忘記了 因為不是近期買 那你一定要賣的了 你又不可以不賣的 不可以太訂成 你賣呢 你賣給我你一定要賣的 那這個情況呢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說簽這些買賣合約呢 如果到時是必賣必賣 就是說到時呢 台灣呢 真的給足夠錢的時候呢 美國你一定要保護我的 包括他們說了 十萬個海軍陸戰都不可以保護我的 那你真是少一顆 我都可以告你的 將來在ICC那裡 那我覺得這樣是好事 真的你夠膽寫一些合約 台灣就夠膽拿來援引 就是在戰鬥上面用 我覺得其實對弱國更加是一個保障 他的公司多次內 給你知道 什麼時候的 日本也是一定會害怕的 菲律賓我們也不要說 所以在這些情況 如果可以有明買明賣 甚至必買必賣的情況 其實對台灣一定是好事 但當然問題就是 台灣的金額是否先頂得住 究竟特朗普會不會獅子開大口呢 開天實價 不過說真的 你開天實價而已 我都是落地還錢的 逐趴逐趴和你撿的 所以始終我覺得 都應該是台灣能夠承受的範疇之內 而且美軍覺得可以忍受到傷痛的範疇裡面 去做一個軍事安排 好像怎樣說呢 一個服務套餐 你給多錢就多服務 少錢就少服務 可能有一個價錢 就是我們賣情報給你 某些價錢就是我提供一個後勤戰路給你 但是我不直接參與戰鬥 你再高價錢呢 就是我直接就派戰鬥部隊過來 就是令到有得計算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壓上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信用 去做這個保障 是真的可以令到不少人都更加有信心 但是這件事又很矛盾 因為特朗普喜歡撕枝開大口 但是他這樣的話 又會破壞了戰略模糊的效果 因為這是美國已經奉行了幾十年的策略 到底他會不會在其他的外交的事務上 或者防衛事務上都是這樣呢 其實我們都是要拭目以待 近一點就是烏克蘭 因為他都很想安排停戰談判 他很早已經有這方面的傾向 可能我們要看看他在其他事務上的取態 才能再決定得到他掉頭回來台海的時候會用什麼態度 是 我想對特朗普來說 他就不存在戰略模糊這個問題的 特朗普有一點像前蘇聯那種玩法 就是每樣東西都要嚇到盡的 如果你看看蘇聯也是 包括股巴的導彈危機 他都嚇到盡 大家就是我們叫做膽小鬼遊戲 就是這些chicken game 我們玩到沒有 看看誰縮了 當然最後克魯歐夫縮了 你看到這個chicken game 已經是蘇聯輸了的 但是很少見的 就是你見到很少見這些位置 所以其實特朗普是會玩chicken game的 但是當然他不是每次都玩贏的 但是你看到他說要轟炸北京和莫斯科 你就看得出他對戰略無謂 一些興趣都沒有的 就是他的世界就會覺得是弱肉強食 所以永遠都要強 就不要裝弱 就是一定要強 強到的地方是不敢搞你 其實本身的思維對防守來說不是弱的 不過你就令到自己沒有什麼彈性而已 還有拋個球給對手 給別人想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他的球不會拋給人的 他是要自己操控所有的東西的 包括發球權在自己那裡 他要控制到整個戰爭的規模 贏要贏多少 他都是很有操控力 他是想整件事都要掌握在美國手上 但是當然第一個就不能夠迷信 就是美國的軍事萬能 這個第一個不可以 就是你也要知道美軍的限制在哪裡 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他要很善用他的資源 就是說他做那個prioritization 就是優先次序他做得很好 那他才可以把這些資源用在對的地方 就是例如他如果放在中國的 那他可能和俄羅斯這邊就要稍微緩和一些 如果他要制裁伊朗的 可能對北韓這邊也要緩和一些 他就要選擇了 那他就要選擇不同的策略去做 他有一個特性就是他喜歡和一些 political figure make friends的 例如和金正一 make friends 他是ok的 和普京 make friends 他是ok的 和習近平他試過 make friends 但是他覺得不ok的 那他是走他的那種魅力外交 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他 包括他做開電視台 做開節目 他很會說話 他也有那種魅力在那裡 就是吹水那種傷人的那種的 長袖線帽的那種的形象也是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去給錢保護台灣 其實我希望整件事純粹是一個opener 就是純粹是一個開門磚 那進去之後呢 其實都不只是講錢的 就是錢都是其中一件事 其實也都這麼說 台灣要給多少呢 就不會給到他破產 就是要給多一點的意思 就是說現在可能他大概一百億左右的軍費 是不足夠的 是需要再加多一些的 那現在的軍費也都有一些是部分 我們叫做體育費 就要給一些美軍AIT 現在很少人的 但是遲些會不會有多少少的人士進來 駐軍在那裡呢 又或者是 就是如果之後真的打的時間 究竟台灣要付出些什麼 例如多少晶片 或者現在要交定多少晶片 擺定在美國那裡做抵押呢 這樣 要做一些這樣的事情呢 那我相信是有一定的條件 做了一個交會 那台灣是一定給得起的 那問題就是台灣給不給的呢 就好像之前那樣說 美國經常都賣一些沒用的武器給我們 我們有意華這樣 但是現實是 美國不賣給你 還有誰會賣給你呢 就是有時候的問題就是 這些貨可以不可以 而是你買不買得到 有沒有人買 是啊 就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不能說迷信美軍的軍事能力 就是其實美軍一向在全球那個能力 大概它的藍圖都是叫做1、2、4 就是它可以打贏一場大型戰爭 又或者它可以打贏兩場局部戰爭 或者四個地方呢 保持這個優勢軍力去進行戰略威胁 只要這個 只要那個威脅的數量 是大過1、2、4這個數量的話 那美國的軍隊就沒有絕對的信心 去完全取得勝利 或者起碼不是一場慘勝 至少不會動搖大家對它能力的信心 或者它在之後再發揮全球影響力的能力 或者說到另一件事就是 像台灣這樣 就是剛剛說到賣什麼武器給它 其實另一個功夫要做 當然這個責任很多就落在台灣的現界政府那裡 就是確保那個軍售的名單 就是有些什麼武器呢 還有要怎樣向國內的民眾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必定需要跟納粹人交代 去justify這個武器的用途是什麼呢 譬如說之前拜登政府買這個火山暴雷車 就是一個機動的透射反坦克地雷的系統 然後很多人就不來做什麼呢 那時候蔡英文政府沒有那麼多意識去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屆的政府或者國防部 其實他們不能在社交媒體使用 或者主動去engage 平民人口方面 其實做的事情是多了 例如說今次的漢光演習 其實看到就是在澎湖那個實彈射擊操演 第一次國防部都有一個YouTube Live 我也有看的我也有追蹤過情況去為民眾去介紹 就是第一個檢查內容是什麼呢 當然我們拭目以待看看這一屆的台灣政府 是怎樣去釋除這一方面的疑慮 這樣的話其實都可以回到剛剛所說的 就是增加民眾對美國的保護承諾的信心 但是這個責任就是回到台灣政府 而且這個效果應該是特朗普樂於見到的 就是不一定在金錢方面 而在這些意識上面更加承擔防衛自主的責任 我想這就是他最想看到的事情 是的 也很感謝Larry對特朗普在防衛局勢上面 和他的思維方面的分析 其實都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 因為實在這個人有一個表演欲在這裡 特朗普他是比較少見的例子 就是美國的外交史上 所以我也希望盡快在這個選舉的形勢 還是這麼複雜的時候 看看他到底在言論背後的政策上是怎樣 去好好分析 雖然是很難的事情來的 但是他盡量的力量去看看事態的發展是怎樣 因為歸根究底這個台海局勢和我們 無論是地理上面還是思想上面 價值上面都是很切身的事情 我希望他的政策是可以令到台灣有一個更加 事主更加堅實的國防 令到和平可以維持下去 謝謝Marco邀請你 謝謝 謝謝你 好 拜拜 謝謝 Larry 拜拜 謝謝 Larry